哈喽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如何自行跟换蝴蝶扣 那像家里有很多就像这种皮革表 或者是像这种胶表 那这种胶表跟皮革表 它通常的扣头都是这种摸字扣 摸字扣它佩戴方式会比较麻烦 因为它要必须每次拆卸都要穿孔 然后再套入 那很多人会希望就是可以换成就是那种很方便佩戴的蝴蝶扣 那如果你自己去买你知道尺寸然后自己去买蝴蝶扣也可以自己在家里更换 那首先你要先确定你自己表带的这个宽度 像表带宽度通常都是18 20或22 那我这两款的那个宽度都是20 所以我去买表带扣的话注意要挑20的 将回来尺寸适合才可以安装 那通常买回来呢 它上面就会有一层那个蓝色的胶膜 就是为了保护这个不锈钢扣头 就把它撕掉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来教大家怎么把这个安装上去 那蝴蝶扣呢它是长这样子 它后面会有不锈钢的那个英文刻字 然后蝴蝶扣就是上下这边有两个按钮 把它按下去它就会弹开 这样 这个就叫蝴蝶扣 那我们要安装的话呢 是从这两侧接上原本手表的两端 那我们来示范给大家看 那我们首先用皮革表带示范 那要安装的时候要先把原本的蝴蝶扣拆下来 那这一款是从侧边 它有两个小孔 你就拿一个煎物 然后往这个孔压下去 压到那个弹簧棒之后 把那个蝴蝶扣推开 这样子就拆下来了 那把弹簧棒拿出来 把这个针拿掉 那我们一样要把弹簧棒装上 这样子是把针拿掉的原因 是要装到这里 这个小摸字的那个扣环 那装的时候呢 它有那个正确的方向 因为像很多人喜欢带蝴蝶扣的原因 是因为它这里 就是你戴上去之后 它是服贴着你的手腕 所以它佩戴上会比较舒适 所以你装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方向 如果你装好是这样子 U字型 这样没有服贴在手腕 这个方向就是错误的 就是你装完之后 会没有办法扣上 所以你装的时候要记得 就是手表的 这样记好了 手表的圆弧 你紧接着这个蝴蝶扣 也要是圆弧的 不能这样装 就是你装的时候 如果是装完是这个方向就错了 要这样子 跟手表的弧度一样 要往内凹这样 所以我们装的时候要这样装上 那我们把针先放回去 原本的皮带扣里面 然后再把这个摸字型 它弹簧棒上下两端 装在这两个小孔上面 那你先装上一边之后 另外一边也是用坚物把弹簧棒压下去 然后把那个摸字扣靠近弹簧棒 然后有听到卡一声 就代表弹簧棒有卡进这个洞里面 这样子就完成一边的安装 那另外一边呢 另外一边它这个 这里有个针 它是要扣住你原本的皮带扣 那你先把它打开 它就这样一扳就会开了 然后你把 如果你原本皮带是 看你是带在第三个 第四个都可以 你就不用每一次都还要穿一次 它这个就是穿一次之后就固定了 你就每次就只要搬 打开蝴蝶扣就可以佩戴 不用再穿孔 所以你就滑到你原本带的 如果我们是带 这个好了 就把它扣上 这样压紧 它的那个针 就会穿在皮带孔里面 然后扣完之后呢 带上就是先压着 没有皮带尾巴的那一端先压入 然后这边再压上 这样 然后多的皮带 就把它穿到原本的皮带孔 这样 然后 看它就只要按住这两端 它就打开了 然后带的时候就是这样压 然后再压另外一边 然后穿皮带孔这样 是不是跟原本的那个 这种 摸字型的 这种 皮带孔 戴起来 方便多了 因为你不用每次都穿孔 它就穿一次就定位了 你就只要压回去 然后开的时候 按这两颗 表带就会开了 就是佩戴上就会比较 除了这个蝴蝶扣的这边 比较 贴近手腕 比较舒适之外 佩戴上也方便许多 所以很多人就会自己买这种蝴蝶扣 回来更换 那如果你更换一阵子 然后皮带 像这种皮带它有使用的那个年限 通常时间久啦 你就是碰水啊 或者是流汗啊 它有必须更换的那个 年限大概是两年左右 就会更换 那要更换的时候就需要把蝴蝶扣拆下来 那怎么拆呢 就教大家 嗯 我们装跟拆的方式都一样 就是 这里一样是有那个 弹簧针 你一样把它 插入洞里 然后让弹簧棒离开凹槽 然后推开 这样子 针就可以拔出来了 那另外一边也是 另外一边 直接把这个 扣住那个皮带孔的地方搬开 搬开 搬开之后 就可以直接拉出来 这样 这样整个弹簧扣就取下 然后表带就可以拆开了 那我们来示范另外一款 就是 如果它 如果今天我要更换的是这种 胶 就是胶表带 蛮多胶表带它的设计 就是原本就是这种蝴蝶扣了 但也有是这种摩子扣的 所以你如果摩子扣想要自行更换的话 也是可以 那像这一款的摩子扣 它的拆解 就不在侧边 所以 它就是要从这边 就是摩子扣的拆解 从这个 橡胶跟这个摩子扣的中间 这样子有看到它的弹簧棒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 往下压 让那个弹簧 离开凹槽 就可以把那个摩子取下 那我们就必须用 一字的或者是Y字的都可以 那我就准备这种 Y字的 然后从这个 从这个 它们的缝隙里面 把弹簧棒往下压 它这一款不是弹簧棒设计 所以呢 看一下 所以每一款的摩子扣 其实它的拆解方式都不太一样 有的是从侧边 然后有的是弹簧棒从 那个缝隙拆 那像这一款呢 它就两种都不是 所以 这个可能需要研究一下 它是什么方式安装上去的 那通常呢 都会是那种弹簧棒 你只要从这个缝隙 然后把弹簧棒 往那个细胶的地方压 它正常这个摩子扣就可以取下了 只是这一款 因为这一款是比较 等级比较高的那个 水龟表 所以它可能设计 跟一般手表不太一样 那这个我们就要再研究一下 那通常都是 我刚说的那个方式 如果可以取下的话呢 它就一样 是扣住这个 小摩子 然后另外一边呢 就是接上这个 皮带孔的地方 就是一样皮带穿入 然后找到你要的位置之后 往下压 这样 所以它的安装方式其实一样 只是在拆摩字的话 可能要研究一下 是什么方式拆 那这样子 大家都学会 摸字扣的安装方式了吗 如果还有什么就是 想知道 安装上的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们 那我稍等也会去研究一下 这个是什么方式拆解 如果有研究出来的话 再教大家 那如果觉得今天我们教的 蝴蝶扣安装方式 有帮助到大家的话 欢迎帮我们按赞 加订阅 也记得要把小铃铛打开 这样我们下次有新的影片 才会收到通知哦 谢谢 拜拜